特斯拉欢迎美监管机构对autopilot FSD进行安全审查 11月22日消息 在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 高管强调 该公司欢迎美国国家公路 交通安全管理局等机构对其司机辅助驾驶系统 全自动驾驶软件FSD进行安全审查 编赛目前正在调查十多起涉及激活autopilot的特斯拉汽车 撞击禁止应急车辆的事故 莫拉维表示 多年来我们始终在与Linsa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监管机构接触 分享我们的知识 并与他们就我们在主动和被动确保安全方面的方法进行合作 这是因为归根结底 让车辆尽可能保持安全是正确的做法